学习中的孩童及少年突然遇到家中的变故 常常会不知所措,而影响到求学 为了帮助疾难弱势和侵害学生的学习 县长林明珍特别指示教育处 研议辅助方案,主动针对弱势学童 提供及时的帮助 县府立即送爱到渔池 发放威助金给四位渔池国中级一位共和国小的学童 日前家住国庆乡偏远山区的许同学 因为母亲受伤而协助养入工作 于裁切牧草时遭逢断职意外 引县长顺受其孝心感动 引以发放威风金给县内清寒家庭 希望学生们能够安心、无虑地在学校学习 县长林明珍表示 这些家庭部分隔带教养或是单亲家庭等等 日子较为辛苦 虽然目前家境较为困难 但不代表未来也是 在县府及各界的协助之下 希望这些同学安心努力念书 将来取得很好成就 能够好好照顾家庭 我们渔池国中 还有共和国小 四位同学 还有共和国小一位同学 因为家境比较困难 都是由阿公阿嬷 来帮他们隔带教养 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家境也比较贫困 现在要让我们这些小孩子 能够安心的读师 所以特地为这五位同学 还有一点卫助军奖励军 来帮助他平时的生活 希望他小朋友能够专心的都市 法师都好 虽然家境现在贫困 但是不见得是一辈子的贫困 只要他好好的都市努力 将来到社会上 还是会有非常好的成就 为住几个家庭 专业金钱的照顾家庭 我想这样的一个鼓励同学 希望他能够好的愿望都市 立委马文君也出席 额外提供奖助金给学童 并表示 南投是个大家庭 林县长是大家长 县名有需要照顾的地方 县长总会不遗余力 加以协助 汤业勉力学童在人生过程中 难免有不顺遂的地方 在求学过程虽然辛苦 能够乐观面对未来人生 平安健康学习成长 今天陪同县长到渔池乡 宋爱到渔池 县长一直针对我们县内的学子 尤其是小孩子 他们在求学的过程当中发生了困难 孩子非常非常的关心 所以这次到渔池来 有五个同学 有的是单亲 有的隔代教养 甚至只剩下奶奶 在抚养他们 我想生活是陷入困境 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 可以获得我们 一个人头线 其实县长就是我们的大家长 像爸爸像爷爷一样 来关心他们 我想在成长过程 他们一定会有一个 很大很大的助力 那希望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都可以好好的健康快乐的成长 幸福教育处表示 林县长关怀 急需帮忙弱势清寒学生家庭 用心统筹经费 以及各界捐款 把案及时传送给需要的学生 让南投学子能够安心就学 充满自信 未来也将持续配合林县长政策 打造充满希望 温馨的南投教育 记者成员至于是香采访报道